一听到买车 基本很多人都会说有钱买进口车 很多时候进口车往往在人们心中提高了一个档次 就算是同一个品牌 同一个车系 进口的车也更受到人们的青睐 就拿宝马来说 进口的宝马很多人都觉得比华晨宝马更好 那么到底有什么差距呢 首先 可以肯定的说 从生产水平来看 华晨宝马与进口宝马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国内外工厂的生产标准是相同的 而且国内的质量相对来说还真挺不错 宝马对于世界各地的工厂进行质量排名 德国柏林老厂排在第一 而沈阳铁锡工厂竟然排名第二 足以可见 即使美国出身的宝马 也不一定质量有咱们国产的好 华晨宝马是国内生产的宝马汽车 也就是国产的属于家常版本宝马 而没有华晨宝马的是 进口的标准轴距版本 当然也有很多人买回国产版本之后 去这业维修店把华晨宝马那几个字扣掉 具体情况还是要看车 华晨宝马在世界宝马家族中 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存在 虽然技术不是最新的 但用量和设计都是顶尖的存在 最好的当然就是德国原装货了 华晨宝马尽管叫国产宝马 但是叫国装更为恰当 由于除了四个轮胎以外 其他的配件简直都是进口的 然后在中国用宝马技术组装 虽然进口宝马和国产宝马的可靠性不同 但严格来说差别不大 就那三系来说 据统计三到五年摆车故障 进口的是329个 国产的是340个 从数据上来看 两者的差别不是很大 其实华晨宝马和进口宝马最大的区别 在长短和轴距上 国产的明显比进口的长 虽然车标有差别 虽然生产场地有差别 但是质量和安全性总体是没有区别的